中国是如何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一切的操盘手是谁? 它又是如何以一己之力让中国崛起屹立在世界之巅的? 中国在经过百年的耻辱之后,于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主席的宣告,再次让世界看到了这头东方雄狮,以崭新的姿态接受新的挑战。 在新中国诞生之初,碰巧处于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之下,而蒋介石的失败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充满了敌势,随后他们对新中国采取了遏制孤立的政策。 也就是说,对新中国实施全方位的封锁,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手段,不过中国面对这样的阻碍,依然一步一驱走了过来。 虽然中国接受出了各种考验,但是国内的经济发展在70至80年代一直磕磕绊绊,停滞不前。 甚至其中,有几年中国的GDP还出现了负增长,可见中国经济的低迷。 而当时在农村,几乎每个人穿的衣服都是戴补丁,日子也仅仅是刚能吃得饱。 所以说,国家急需发展经济,帮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那么,想要快速发展,那么,加入官贸总协定就是必经之路。 官贸总协定是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缔结。 它存在的宗旨是通过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台语,让各国之间的贸易更加自由。 官贸总协定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署,一个多月后正式启用。 到了1995年,官贸总协定正式改名为世界贸易组织。 其实中国是官贸总协定出示缔约国之一,可为何之后我们要花费15年加入呢? 这一切都源于国民党败退台湾。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虽然远在宝岛,但无时无刻不想着反攻大陆。 他们担心新中国从官贸总协定中受益。 所以在1950年,国民党单方面宣布退出官贸总协定。 可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期,国民党已经无权代表中国,所以他们宣布退出是无效的。 但总有人从中作梗,这就导致中国出现了复官问题。 谁也没想到,中国之后复官遇到的各种问题,让我们每跨出一步,都付出了从身上割肉般的痛苦。 1985年,此时将来对中国有着重大意义的各类人才还在冬眠之中,而邱文敏首先从寒冬中醒来。 他带着队伍,在9月30日至10月2日,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就中国复官,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协商。 期间,中国提出了三项原则。 一,中国是副官,不是重新加入。 二,中国将准备承担官贸总协定的关税减让,并准备与缔约国进行实质性谈判。 三,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官贸总协定。 发展中国家倍增关税更低,对于这些,绝大部分国家都给予认同。 可美国代表却突然站出来,明面上说这事他们不做主事,需要正式开会决定,并且在此之前,还需要对中国的外贸制度进行深入调查。 实际上,美国就是不想让中国崛起,因为中国要求的是副官,一旦成功,中国就会恢复创始国地位。 而官贸总协定就要给予中国无条件的优惠待遇,最优惠国待遇在美国的进口关税为3.4%, 非优惠国进口关税高达37%,美国并不想有这种情况出现,毕竟他们自身内部早已达成共识,对中国进行制裁。 邱文明也知道,想要复官不义,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他经常带人去访问,已经加入官贸总协定的国家,想要汲取经验。 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递交复官申请,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中国复官之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一走就是15年,中国代表团换了四任团长,美国换了五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换了四位,可见中国复官的艰难。 而在此期间,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 其实,自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经济方面的问题一直很重视,可当时内部有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增,特务等人不断捣乱。 外部则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各种封锁,这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路线一直没有特别大的进步。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根据国情提出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和开放其实是两个概念,改革是将原有的经济体制改为公有之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简单来说,就是农业上分地各干各的,工业上也支持搞私有企业。 农业上的改革比较简单,土地一分就行了,这样家家户户就有了自己的土地使用。 虽然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在初中历史上大家应该都学过, 家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大包干,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还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可工业上的改革就比较复杂了,国家总不能将工厂平分,发动一日里的流水限手的吧? 这样工厂还怎么开工?所以,保持工厂的完整性是必要的。 那么既然不能分配,怎么实现公平的私有化呢? 总不能将一个工厂送给某一个人吧?这样其他人肯定不愿意。 可要让大家购买也不太现实,当时中国人都一样,口袋没什么钱,根本买不起工厂。 就此,政府就想到了承包的办法,把工厂承包给相应的人,承包者要交一笔承包费。 而对于那些大型的公有企业,政府则改为国有企业,而开放是指开放国门,把国外的一些公司引进中国。 这样,能让我们快速学习到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推动我国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实现弯道超车。 邓小平的这个决定,正是中国从一穷而白,到如今屹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极大加快了中国的复官行动 之前 官贸总协定主要审查中国的经济体制 特别是对外开放这一政策 然而 他们实地调查时发现 中国的经营权还算宽松 对外蚂蚁也是自主经营 赚钱或亏损都是自主承担 出口的定价也正常 没有人干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复官也是一步步逐渐开展 两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 可以说中国有了改革开放 才有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 自打1992年之后 复官的谈判都挺顺利的 谈判的具体分为两部分 一是双边谈判 二是多边谈判 简单来说 双边谈判是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 进行的市场准入谈判 这涉及到了关税高低 进口限制 而多边谈判 则是中国协定书和工作报告书的起草过程 重点解决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 只要这两个谈判全部结束 就能真正地加入世贸组织 这个过程是困难且煎熬的 当时官贸总协定成员 一共是130多个 而要和我们进行双边谈判的国家 一共是37个 按照规定 必须和这37个国家都达成协议 可这么多国家的国情各不相同 有些很简单 比如冰岛 双方只需要谈判鱼类的关税就可以了 可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就不一样了 他们害怕向中国崛起 所以说 只要是能阻止中国发展的 这些国家无所不用其极 就拿美国开说 自打中国复官以来 美国就以世贸组织首领的姿态 向我们施压 诸多西方国家 也在一旁看着热闹 坐享美国谈判后 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美国和中国的谈判 代表了世贸大部分国家和中国谈 这个过程 折磨了中国许久 在中美谈判中 美国代表对于中国出口的 6000多个税号都感兴趣 所以他们要求 每一个都详细的来谈 这完全是强大逻辑 美国是经济强国不假 当时的经济比中国领先也不佳 可他们不可能 6000多种商品 全都是自己的强项啊 美国就是仗着自己势力打 阻止任何 可能超过他们的国家发展 就拿美日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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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点 他秉持着对外发展贸易 开阔世界市场 创造就业机会 这些政策 备受美国民众的支持与拥护 可以说 他对美国的经济建设 已然达到了一个顶峰 可克林顿这是缺少一个 在外交上的重大攻击 如果能解决中国的入市问题 那么他在历届美国总统上 将会是极其伟大的 但美国国会并不同意 同时 美国绝大部分民众 也不喜欢这种自由贸易 在他们看来 贸易越自由 他们的晚饭也就越难保住 此时美国国内的工商界 分为两派 一是支持中国入市的 例如波音 摩托罗拉 通用等这类企业 中国的入市 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 而极力反对中国入市为首的 便是纺织业 他们认为 中国的纺织品 将会导致美国诸多纺织工厂倒闭 无数人失业 所以克林顿 就美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然而 就在中美谈判的另一边 还有一群先辈们 也在为中国崛起 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1998年7月 华夏证券公司董事长 邵淳 突然接到了秘书的通知 有个香港老板 想约你吃饭 他说 有一个很好的项目可以合作 邵淳一点也不关心 这个香港老板是谁 他听到好项目这三个字 立刻以最快的时间 与那个香港老板见了面 而这个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增平 两人初次见面 徐增平西装革履 加上曾经当过兵的气质 当然一看 就是个政治的人 两人没多久 徐增平就说出了 他来找邵淳的真实目的 他说 乌克兰现在有一艘 废旧航母瓦良格号 他已经花了2000万美元 买了下来 如今正在回国途中 现在手里的钱都没了 还缺2000万人民币 徐增平越说越激动 他说 这是唯一一个机会 如今中国急缺航母 如果能将瓦良格号 成功运回中国 捐给大陆 这无疑会极大提高 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地位 邵淳听到这里 心不自觉地颤动了一下 不得不说 徐增平有当大忽悠的前置 在他不断地游说下 邵淳最终从自己的口袋中拿钱 帮助徐增平买航母 但让所有人们想到的是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距离瓦良格号回国 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那年是1998年 中国全年GDP1.03万亿美元 占比全世界的3.2% 而美国全年的GDP 为9.06万亿美元 占比全世界的28.5% 大家别急 中国即将发力 我们再来回到 中国入世的谈判中来 在中美进行紧张的谈判同时 中国国内 由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 让人民收入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香港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们还帮助东南亚 化解了经济危机 这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 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 也让他们看到了 中国即将崛起的市场 所以到1999年初 中国已经先后和35个国家 达成了双边合作 这时 只剩下两个国家 分别是美国和欧盟 而中国此时为了加入世贸 在多项产品关税面前 做出了巨大让步 这时 转机出现了 4月 国国代表方媒 此次他们的主要目的 就是签订入市协议 而美国的工商 也不断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 要求尽快同意中国加入世贸 不然 一旦中国反悔 那么之前他们的优惠政策 就会作废 然而 当中国代表团 正式见到克林顿的时候 他却说了一句话 很抱歉 恐怕我们不能立即签署协议 克林顿的这句话 不仅惹怒了等待已久的美国商界 同时也惹怒了中国代表团 愤怒的我方代表 直接准备了回国的机票 而此事已经爆出 美国白宫也遭受了来自商界的压力 无奈之下 克林顿当晚 给代表团打了个电话 希望谈判小组 能留在美国 等待几天解决问题后 再签字 愤怒的代表团领导回答 你们美国人出尔反尔 一点信用都不讲 你们想签就签 不想签就不签 哪有这样的道理 要真实想谈 那就到北京来谈吧 随后 我国代表团挂断了电话 这下克林顿在美国的声望 受罪严重 他受到了美国和全球各国的贤责 然而 让人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美国代表团就飞到中国 与中方代表开始谈判 可最终 美方的吃相实在太难堪 要价太高 最终谈判无果 到了1999年5月8日 这天 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件事 同时 也让中美谈判中断了几个月 而这件事 也是帮助中国崛起的一大原因 北京时间 1999年5月8日早上5点 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上空 美国的一架B-2轰炸机 连续发射了五枚精确制导导弹 而这五枚导弹 分别以不同的方向 朝着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发射而去 此次袭击事件 造成我国三名记者 当场被炸身亡 其中一人 是新华设计者 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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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